好的 主播 现在的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的常务副组长 同时也是中国国务院港澳办的主任夏宝龙 是在4月13号到18号前往香港考察了6天的时间 而其实就在3月的时候 中共中央还有国务院才刚刚公布了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是要把原本属于国务院的港澳办 改组为直属中共中央的港澳工作办公室 而等同其实就是要让习近平对香港的掌控是更加的直接了 而这位夏宝龙很有可能就会是这个办公室的第一位主任 首先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这位夏宝龙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现年70岁的夏宝龙其实从天津展开了他的仕途 那在习近平主政浙江的时候 他就是习近平的重要副手了 这两个人共事大约有五年之久的时间 那所以呢夏宝龙之所以可以出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呢 想必是跟习近平的提拔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夏宝龙其实后来也曾经担任过浙江的省长 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还有政治局的常委蔡奇 其实都曾经是他的旧部署 另外呢夏宝龙在2020年入主港澳办的时候呢 其实身份是中共全国政协的副主席还兼任了秘书长 可说是相当的位高权重的 所以也凸显了当时的任命呢 北京是要强势的灌入中共的政治运作风格 还有地方治理的逻辑 明确展现了中共中央治港方向跟政策出现了大转向 那这次夏宝龙呢到香港 其实六天的时间总共是出席了36场的活动非常的多 他去看了社区的饭店呢 到了政府的总部 也去了立法议会还有司法机构 其实呢同时也到了各级的学校 还有商界重地这全都去了 可说是全方位的去考察香港的现况 那当然也就出现了许多历史性的场景了 像是香港的行政长官李家超 就像地培一样 几乎所有的行程呢都是全程陪同的 连自己本来应该要出席主持的例行的行政会议呢 都因此要改齐了 不过这些行程在行前其实都是保密到家的 并且严格筛选可以进入拍摄还有采访的媒体 甚至在有些场合是直接把媒体人员呢 还有现场人员的手机呢 是集中管理的 那其实夏宝龙也是第一位直接进入香港立法会 与议员见面的中共中央官员 在谈话的时候也表示了香港立法会是北京当局 管制团队的议员 等同于是重新定位了立法会的性质 除了是要来配合中国中央政府之外呢 也增加要执行中央的任务 另外夏宝龙呢在立法会的期间 其实呢在立法会的主席台阶 本来是有一个立这个字的代表了立法 不过在夏宝龙在立法会的期间 这个立是消失的 其实就有学者说了 这是不是代表了香港不再是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权分立 而已经呢是三权配合的状况了 那接下来呢大家来看到下一张我们的图表呢 其实是看到我们这次夏宝龙到香港 传递出了许多的政治信号 有许多学者都说啊 其实普遥这种军灵天下的态势 首先呢他是用了考察这样子的词汇 来反映出了这是一个由上而下的行政历史安排 如果在更高一个等级 就会是只有习近平可以使用的视察了 这里就显示了中央呢 中共中央不再避讳党的色彩 要全面的来垂直领导全面管制 牢牢掌控香港的状况 那另外呢夏宝龙也曾经公开表示了 游行呢其实不是呢 就是唯一一个表达诉求的方式 还说游行很容易就会被别人 有心人士来利用和操纵 甚至把民生利益的诉求扭曲成为了政治的问题 进而引发社会的对抗 这样的一席话其实就是重申了北京对游行的态度 那事实上呢香港警方在过去一个月 虽然是重新批准了游行集会 但是设下了非常多的限制 像是参加的人呢要佩戴编号的卡牌 或者是呢要拿着指定的物品呢 以供辨识还要求大会纠察 要沿路拉起封锁线 所以就有学者批评了这样的挂神游行呢 其实就是在限缩了民众的集会游行的权利 甚至重新定义扭曲了到底什么叫做民主 还有到底什么叫做游行 那另外一个跟台湾非常有关的政治的信号呢 其实就是关于香港基本法 第23条的立法的问题了 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第23条 其实就是要禁止这么多的事情 包括了叛国啊分裂国家 还有煽动叛乱 那其实呢如果这些都这些行为呢 这些都被禁止的话呢 很明显的就是呢要禁止香港的政治的参与的自由 其实香港在2003年就尝试着要立法 不过当时是引发50万人上街头抗议只好撤回 而这第23条一旦是立法完成呢 其实就是直接限缩香港的政治参与还有活动的自由 就有学者认为啦 这个呢其实会让即将要进入总统大选敏感时刻的台湾呢 不管是哪一个党都会捡到枪 可以用来强调根本就没有一国两制这件事 而且来影响到选举的结果 不过也有学者就说啦 其实北京早就知道一国两制呢 对台湾是已经没有吸引力的 就连国民党都不一定会买单 所以呢现在更重要的 是要向台湾来展现肌肉 我是独喜马独告 更多更深入的国际现况报道与分析 请您持续锁定 华世新闻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